你好,我是劉奶爸 你一定很难想象 其实我也是一个网路发达之后 我也是一个受害者 那怎么讲呢 有很多传统行业 它会有层层的经销制度 就是来源的原厂 然后再来就经销商 经销商可能有好几 譬如说代理商 然后还有经销商 然后才到End User 就是一般用户 那中间就原厂 然后发货给代理商 再发货给经销商 然后再发货给客户 所以中间这些呢 它是不是把利润都剥削掉了 讲难听一点就剥削掉了 但事实上也不能这样讲啦 因为其实 譬如说经销商 它提供服务给End User客户 像譬如说我以前在卖 那个资讯产品 电脑或软体 那原厂他们 譬如说防火墙好了 原厂他们开发这个防火墙 可是他没有那么多人力 去教育训练每一个客户嘛 所以他透过代理商 那可能代理商呢 他就负责教育训练 底下很多经销商 可能全国就可能一家代理商 可是这个全国各地都有经销商 那都要去代理商这边受训 做教育训练 然后呢 经销商再卖给客户 譬如说卖给中卡企业啊 卖给个人啊 这个IP分享器或防火墙嘛 卖给公司嘛 然后再去 这些经销商呢 再去对这些公司去做那个教育训练 或者是直接帮他们安装做设定 也不交他们了 所以每一层呢 都有他们的利润 利润分配嘛 所以你原厂的价格呢 他就必须定的很贵 因为中间有两层 代理商要抽嘛 经销商要抽嘛 然后才到enduser这边来嘛 那enduser付的钱就是最贵的嘛 那中间大家都要 都要有佣金 都要有利润啊 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方式 他的制度 可是网络时代一来临之后 很多原厂他可能 好像 假设他今天不透过这些经销商代理商的话 他可不可以直接 透过网络的行销方式 自己架一个网站 然后就有这个enduser 就是客户自己直接跟原厂购买 可以嘛对不对 那代理商跟经销商怎么办 利润就不见了啊 是不是 代理商跟经销商就不见了嘛 因为客户直接跟源头买 客户直接跟源头购买 就好像你今天去菜市场买菜 你可不可以直接不去菜市场买菜 我直接去农夫那边买 可以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啊 那中间的那些 那些经销商 大盘中盘小盘 是不是就没有利润就消失了 那我以前 刚出来创业的时候 出来创业的时候没有产品嘛 那没有产品怎么办 没有产品我们就要去找产品 那产品不是我自己做的嘛 不是我开发的 我不是RD 我不是研发的人 所以我们就必须去找原厂 然后跟他经销产品 那他比如说他给我七折的价格 那我再去卖给我的客户 所以我就赚三成 赚30%的佣金嘛 那就是我的利润 我的佣金收入 可是 为什么我说 我也是网络行销底下的一个牺牲者 就是因为 今天很多客户 我那时候是靠网站去 把这些产品的知名度打开 所以有很多客户就知道这个东西嘛 那甚至是我的同业 我的同行 我的同业 他们也知道了 我到底跟哪一家原厂拿货的 所以这些同业呢 他后来也不会跟我拿货了 他直接跟原厂拿货 而且同时变成了我的竞争对象 变成我的竞争者 所以我的 我的蓝海市场就慢慢变成了红海市场 我就 因为大家都在分这个大饼啊 所以利润就降低了嘛 而且东西价格越卖越低 利润越来越少 那我有危机意识啊 我会想说 有没有办法 我自己来开发这个产品啊 不要再跟别人拿货 可是 那是我最痛苦的一段时期啊 就是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自己去研发这些东西 我没有办法 然后 做这么多事情 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 然后 还要 会写程式啊 还要做什么东西啊 软硬体整合等等 那么多 那么多人力无力的东西 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那我也不想 也没有钱 去做这件事情 把公司搞那么大 我没有办法 那我要怎么样 从小成本去创业 甚至 免成本 不需要钱就创业 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不要钱就可以创业 怎么做 后来想到 其实不难啊 很简单 就是上帝给你的脑袋 就是这颗脑袋 因为我那时候想说 既然人家去开发软体 是靠他的脑袋 那 我没有钱的状况下 我也要靠我的脑袋 但是 我不是开发产品 因为那不是我擅长 我不会去写程式 那不是我擅长的 那怎么办 最简单的就是 我可以去做教学啊 是不是 我可以去做教学啊 因为我会的东西 都适合拿来做教学啊 比如说 你现在在看我的影片 我是不是可以教你怎么做影片 你看我的那个 怎么去使用 网路行销的工具 那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教你 怎么样运用这些网路行销的工具 那 这个就是我的专长嘛 那其实这个专长看起来 也许别人觉得很难 可是对我来说 因为已经熟练了 所以对我来说就变成我的专长 我就可以拿来教人 但是 我就必须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既然想要 免成本做这件事 那我就必须去找客户 我必须去找客户 自己去找客户 因为产品我自己开发 我自己做教材 那我自己做影片 我自己加网站 这些都OK 甚至我弄个blog免费的 也OK啊 不用成本啊 不用钱嘛 那我只是出这个脑袋而已嘛 出力气嘛 出时间嘛 那做出来的这些教材 就变成我自己开发的产品 我就有产品可以卖啦 那是不是很像一个作家 他写书的意思是一样的呢 写出来一本书 书还是实体的嘞 我不要写实体的OK啊 我只要我自己找到客户 我也可以不要靠出版社啊 我只要自己找到客户 可以卖我的电子书也可以啊 我也不用出版了嘛 电子书我也可以卖啊 影片我也可以卖啊 会员网站我也可以拿来卖啊 那这很多东西都是 免成本就可以创业了 所以在网路下 他牺牲了很多 当初一些传统产业的利润 可是呢 他是一种转型啊 他是一种商业模式的转型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去找到自己的出路 然后了解自己的专长 那我其实很建议 建议你 你可以做跟我一样的事情 就是你专长在哪一方面 你可以去当这方面的老师的话 那你可以做成线上教材来教别人 这是OK的 其实在国外在美国有线上教学 非常多种科目的线上教学 那可是在台湾其实不多耶 就是大部分好像就是比较懂电脑的人 就是教网路行销 那其他产业的人呢 他们比较不懂电脑 所以他们就比较不晓得怎么去把他的知识 然后做成网路化 做成影片去做教学 那可是这些 只要你有专长的话 你都可以来学这些 学这些网路工具 就可以 你只要会做影片嘛 然后会架网站嘛 那会锁住这个会员机制嘛 其实我有一些很简单的方法 完全不用写程式 也不要架网站 你光是靠Google的工具 你就可以达到这些功能了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你来找我 我可以教你这些东西 但是记得使用者付费 这是我强调的观念 那如果你这些东西你都学会了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专长发挥出来 然后做成开发你自己的产品 就是你自己的线上教学的影片 那你就可以提供这个服务 你就有赚钱的机会啦 然后就算是没人 你自己的线上教学的 你才能给你帮个人 你不会写得了 你不得了